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问题 国际社会有定论有惯例 那就是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谅 内容更具创意 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的想法和感受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过去曾经今后也可以做出妥善安排 但是民进党当局和台东势力 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欺骗岛内民众 误导国际舆论 妄图推动中国台湾地区加入联合国 以参与国际活动谋独 这是绝无可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